第二组的关,也是选择三场球 赔率偏热一点,所以我会玩三散一 先讲第一关,英超的爱华顿主场对班尼茅夫 这些球,有时常都是,让球也开盘 没办法,球队的实力,或者对手 你半一,我又不是很适合 事实上,入球大小,偏热的,2.5球大 但都要选择你了,因为始终是中的机会大些 这两对球对碰,很少可以入球小 最主要来说,大家看看现在联赛即分榜 这些是中游的,通常这些中游对决,去到贵中球 大家都没有很大的压力 不是说要互级,又不是说要得分 我觉得,谁能赢得都好 大家都尽一级,起码得多3分 两队都会拼搏的 你说爱华顿是不是很稳固呢? 其实也有时难说的 不过对赛枉组织是很漂亮的 五胜零负的 但是我选择入球大的原因就是 本来说,他们对赛都多数能开入球大的 这些都是连续性的 近季来说,全部都在英超对碰都做到这个数据 第二来说,事实上,大家说今场的近况 本来说,班尼茅夫这对球 现在也是 长长波,虽然他近况真的滑落 其实他之前真是贵初打得很好 但是全部来说,都是失球比较多 所以来说,我觉得今场对手 其实也不是十分之强 我觉得他要争取到入球也不困难 如果你说看高爱华顿可以赢球 那我更加会买入球大 所以来说,无论你输赢也好 今场波,我始终觉得 2.5 球入球大 赔率虽然辐味些 但应该是机会比较乐观 今场波就推介 2.5 球入球大